单亲母亲发现女儿凯莉和她的男友贾斯汀躲在房里滚床单 母亲当即报警 因为凯莉还有两个月才成年 警局里女儿不同意指控强奸 声称他们只是抱在一起 没有证据警方也无能为力 但母亲各种不乐意 在警局当中羞辱女儿 去找检察官投诉警探 带着凯莉到医院做妇科检查取证 不过却被一名突然出现的律师所阻止 律师西蒙是刑警班森偷偷通知叫过来的 因为他察觉到了凯莉的求助以及这位母亲的偏激 担到14周的墙壁上洒落了大量的鲜血 现场房间一片狼藉应该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死亡原因是头部遭受连续重击 左侧头骨已经凹陷 从体温上推断死亡时间不超过两小时 屋内找到了一件男人的外套 班森认出应该是贾斯汀的 而在一个小时前曾有人报警 距离此处两个街道外有车辆被一男一女偷走 据目击者称对方很年轻 男人的T恤上到处都是血 女孩子大叫着不要带他走 随后警方根据车牌一路追击 终于在一处街道上将车辆截停 但车上的人却不是凯丽和贾斯汀 他们自称是贾斯汀的朋友 在一个小时前被要求交换车辆 车上找到了贾斯汀的手机 技术部门处理后修复了所有的数据 贾斯汀曾发短信对凯丽说 我们应该搬到一起住 而凯丽的回复是除非我妈妈死了 难道杀人是凯丽的主意 下午警方收到加油站提供的线索 来到附近排查 一家餐厅的老板认出了贾斯汀 因为他曾在这家餐厅打鼠架工 他的父母在三公里外 有一处打猎用的房子 因为不清楚屋里是否有武器 警方选择在夜幕降临后才展开行动 房门打开 凯丽和贾斯汀被顺利逮捕 但由于缺乏关键证据还无法定罪 也就是之前路人所说的贾斯汀 穿着带血的衣服没有找到 在律师的提醒下贾斯汀一问三不知 反正就不是我干的 直到问题涉及到了凯丽的安危 随后凯丽和他的律师西蒙被传唤 西蒙解释自己从未说过让他们去杀人的话 只是告诉凯丽未成年想获得更多的自由权 除非是他们的父母都过世 并且没有被指定的监护人 而一旁的凯丽同样是一问三不知 只是不停地强调自己深爱贾斯汀 他就是我的全部 班森看向西蒙希望他能开导凯丽说出真相 然而西蒙转头听到凯丽说了一句 想回家后就带着凯丽离开了 看来他们已经提前商量好了对策 而那带写的衣物在逃亡时 他们可以随时丢弃 想要寻找根本不可能 现在只能调查他们犯罪之前的举动 从中寻找证据 从老师口中得知 凯丽曾在上个星期逃课去找贾斯汀 凯丽的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 报警带着一个警察去了贾斯汀工作的地方 老板说他事后有警告贾斯汀 如果凯丽在上课时间再过来就把他开除 班森以为贾斯汀是个懒惰鬼 但没想到恰恰相反 他工作积极能力出众 老板说本来是想提拔他当助理经理的 但后来发现他总在上班时间和凯丽视频聊天 昨天早上就又被他抓到了 通话结束后没打招呼就匆匆忙忙的走了 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才打电话说要请假两天 技术部门从服务器上找到了他们的视频通话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在贾斯汀还没到之前凯丽的衣服上就已经有了血迹 也就是说凯丽才是真正的凶手 然而再次审问贾斯汀的时候 他依旧选择了保持沉默 准备替凯丽扛下杀人的罪名 班森终于看不下去 他告诉凯丽贾斯汀已经招供说明了一切 凯丽本来还不相信贾斯汀会背叛自己 但班森通过视频已经知道一切 在他详细地描述出当时的对话后 凯丽终于破防 律师西蒙看出不对劲想带凯丽离开 然而刚走出审问是 贾斯汀和凯丽就意外地撞在了一起 导致班森之前的谎言被识破 本以为事情会到此为止 但庭审还未开始检察官就拿着一本报告书 开始愤愤不平 报告上提到凯丽有经前期障碍症状 经前期症状的女人有很严重的头痛 情绪低落 还有偏执 有时候她们甚至会产生幻觉或幻听 简单来说就是她们有精神病 所以当时的凯丽可能因为气氛已经失去自主控制 而如今律师西蒙正式准备利用这点来让凯丽脱罪 庭审上贾斯汀同样拒绝回答关键问题 她宁愿被判藐视法庭也不愿做出对凯丽不利的举动 休庭后法医也向班森抱怨 西蒙为了迎下官司开始往凯丽的母亲身上泼脏水 对外宣传她是个酗酒之人 原来法医试检后发现凯丽的母亲严重酗酒 并且已经是肝硬化晚期 就算不遇害最多也活不过两年 班森听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她再次回到了案发现场 在屋内的各个角落里找出了一瓶又一瓶的烈酒 这下她终于明白凯丽为何会表现出需要保护的信号 原来母亲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关心过女儿 她所在乎的只是她接下来去哪里找酒喝 随后闻讯赶来的奥特在橱柜下方找到了一盒避孕药 上面的记录显示是一家不知名诊所给凯丽开的 班森通过时间推断出凯丽在杀死母亲的时候并未发病 因为经前七障碍症状的女人 有一周是不会有任何的症状的 那天杀死了她的母亲 这下终于无法辩解 在律师西蒙的安抚下她终于说出了真相 母亲嗜酒整日对她谩骂 那天她本想和母亲谈一谈贾斯丁的事 但母亲根本不听拿起酒瓶就开始喝酒 还说就算不能把贾斯丁送到监狱 也要让她被工作单位开除 她会用尽办法逼着贾斯丁离开 不思论的 然后她遇到了 而且 然后再后再次 我刚刚她的替你 然后再次 没关系 我只遇到了 我拿到头 最终凯莉被判杀人罪 刑期五年 不过积压的地方是国家教养院 相当于上了一所管控森严的学校